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11月4号在主持国民党中山汇报期间 针对他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民主普选 遭到中共官方媒体批评一事 重申立场 马英九说他理解并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普选 因为自由民主是台湾一贯坚持的核心价值 港府和北京政府要发挥智慧 包容意见 透过理性对话以及和平方式来寻求共识 以回应多数香港人民的诉求 马英九还重申他在10月10号国庆讲话时说的 比照前中共党魁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 处理香港问题 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马英九说这样可以实现17年前中共对香港的承诺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普选特首50年不变 化危机为转机 让北京政府与香港双赢 台湾人民也乐观其成 大大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11月2号 印度尼西亚旅游部还有雅加达政府举办民间文化游行 庆祝他们有了来自人民的新一届印尼国家领导人 当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活动 受到现场上千观众的热烈欢迎 据美国明慧网报道 法轮功队伍是由天国乐团和身穿金色唐装演示功法的学员组成 他们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当地众多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其中 RTV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天国乐团的指挥 还在他们的实况转播中 朗读了讲述法轮大法美好的文章 据报道 10月20号 在印尼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 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邀舞队的表演 给活动组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 印尼政府这一次再次邀请法轮功团体参加游行 报道说 这次的民间文化游行共有25个来自印尼不同省份的团体参加 北京当局为了举办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最近是出台了众多干扰民众生活的措施 同时也加大了清除在京访民的行动 据大陆维权网报道 平时聚集访民的北京旅村 目前已经有数百访民被抓后 遣返或者是拘留 只有少数人藏身于附近的山上和垃圾场 侥幸逃过 11月4号 这些访民在旅村附近的一个垃圾场 高举写有 要人权 要吃饭 不要APEC等内容的纸牌还有横幅 抗议中共当局 因为APEC会议对访民的打压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制作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است贿易地 maker